一場演說 一飛子彈 一個拳頭 特朗普遇事後臨迷不亂 令到原本已經漸見領先的選情 進一步升溫 投資界紛紛表態 看好特朗普可以贏得今年大選 近期狼狼想好的Trump Trade 到底有哪些元素? 先從結論講起 大家近期關注 可以受惠特朗普民望的資產 包括美元 黃金 比特幣 和傳統能源股等等 市場預期 特朗普執政將會推行減稅等 寬鬆財政政策 放慢能源轉型 收緊移民和增加關稅 美國赤子的情況 將會比民主黨執政時升得更快 同時通脹更難以回落 從而令美國債息上升 減息進度受阻 事實上 從6月首場電視辯論 拜登表現令人失望之後 美國長債息率一度走高 收益曲線變得糾斜 在這個預期下 美元將會維持在高位更長時間 而且 特朗普時常發出驚人言論 對地緣政治 國際貿易 大樓更多變數 避險資產將會受惠 美元 黃金 都可能成為投資者的避風港 另外 近期特朗普接受比特幣捐款 鳳凰黨擋桿 提及要結束對加密貨幣的打壓 比特幣在周末已經重返6萬美元 最後 特朗普以往較傾向對化石營料友好 事常質疑全球暖化 都令外界預期 傳統能源股可以受惠 但克斯拉馬斯克 迅速表態支持特朗普 他會否轉態更鼓勵能源轉型 將會成為下一步需要留意的地方 以上分析 都是外界總結特朗普現有言論 政綱和網職所作出的預測 但以他善變的性格 距離大選又還有3個多月 最重要保持靈活 有確的失去 最重要的